在關山 到了喔 可惜裡面不能拍照 準備要去星巴克 是新開的 好 經過一片庫宅區 來到了木黑川 要進星巴克 要先拍整理券 媽媽消費了一項 她包裝非常有質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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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買一組 他包裝也好可愛 這個杯子也很可愛 吃工餐 發現一家和風的店 今天下午茶來到這個地方 等了很久 但很值得 終於來到東京車站了 好了 我們要來挑戰 傳說比台北車站還要複雜的 站內的線 總覺得在裡面的標示好多 不是那麼好找喔 好 可是顯然還沒有走到 不過應該快了啦 我覺得 走到了 最好我覺得中了啦 該中了 已經千萬苦了 找到這一家店 結果他賣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次位 接下來要找我的TN 聽說在出站之後的旁邊 就很近 這裡看這麼多 一根啦 最後一天 東京的晚上 很大 不曉得發生什麼狀況了 可能要換條路走 好吧 來拍大牛排了 平日晚上的人潮比較沒這麼多 蠻好的 蠻好的 好了 排隊排了一個小時 終於進來了 好看 假動作 小哥啦 讓你們開心開心 看看你們 都想拍的